你真是 皇帝说你冰雪聪明 你果然是 哀家喜欢与聪明的人谈话 最好皇帝那边有所预防 你这边也有所预防 方能彻底保险 哀家让刘光才给你点药 这些药不会伤害你的身子 也不会让你怀上隆肿 你愿意配合吗 小婉愿意 好 董小婉 这件事是哀家跟你之间的秘密 绝对不能让皇帝知道 若有朝一日皇帝知道的话 哀家会对你彻底死心 明白吗 小婉明白 今日皇帝告诉哀家 是你说服了他不废后 还恢复皇后的肩表 你还说不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说实话 你的见识和你的聪慧 让哀家有点意外 也让哀家对你保全皇帝的信心 多了几分 哀家知道 你会很苦 很难 甚至很惨 但你必须要忍受 谁让你进了皇宫呢 董小婉你要记住 你只能无声无息地待在南院 这就是哀家和义政会议最能容忍的底线 如果皇帝再任性弄出什么事端来 或是你走出南院一步的话 皇帝就会有危险 小婉公送太后娘娘 与天地会合作 许从长计议 真要起事的话 也得选个良机 陈座主 我已经耽误了一天的行程 明天一早 我跟夫人还要赶路 不让朝廷起任何的疑心 朕一开始也认为是好事 朕认为皇后娘看了小婉的信之后 是真正地感动了 后来朕一细想 皇后娘去南院看小婉 就是去训斥小婉的 你说 皇后娘这么大的威势 是没有几个人能招架得住的 朕现在真的很担心小婉 她会不会受很多委屈 她是不是已经承受不住了 英格 现在天已经黑了 你说皇后娘在南院待了这么久 朕真的不相信 她与小婉相谈甚婚 皇上 安烧勿躁 太后娘娘回到慈宁宫 您不就能知道 太后娘娘和董主子 聊的是什么了吗 对 朕呢 朕现在只能安烧勿躁了 安烧勿躁 怎么奴才又用错了 你 皇上 叩见皇上 启禀皇上 太后娘娘已经回慈宁宫了 朕知道了 喳 严格 快 随朕去南院看完小婉 姐姐 太后娘娘好威风啊 太后娘娘都跟你说什么了 寇寇你不知道 今天的事 真的很严重啊 这皇上来了 我该怎么跟皇上说 我该怎么办呢 姐姐 皇上也许很快就来了 这皇上真来的话 我得掩饰一下 我这样能看出来吗 不太好 姐姐这样笑太假了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稍微好一些 不过恐怕还是不能过关 姐姐 你得把唱戏的功夫拿出来 寇寇 这可不是唱戏啊 这皇上真来了 我怎么办都不知道 皇上驾到 皇上万安 起来 皇上 怎么这么晚还来看小婉呢 朕不是贪心你吗 快跟朕说 皇娘都跟你谈了什么 小婉和太后娘娘没聊什么 太后娘娘问了小婉一些家里的事 还有小婉在宜亲园唱曲的一些事 太后娘娘说 小婉写的信让她很感动 所以她特意来看小婉 皇上 冬主子没受委屈 冬主子 皇上担心您受委屈 在西暖阁里面一直上下不安呢 害得奴才也跟这上下不安 忐忑忐忑 白痴 忐忑忑 冬主子 忐忑忑是什么意思 皇上 你瞧这英格尔多可爱啊 英格尔 你说得没错 这忐忑呀 就是上下不安的意思 所以 你这个成语 用得完全正确 可可 听见了吗 冬主子说了 我用得完全正确 你才是白痴呢 好了 先别闹了 小婉 皇娘肯定不止跟你说了这些 你一定有事情瞒着朕 英格尔 寇寇 你们先下去 喳 是 今天谢谢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 今天真是好凶险 你 是 你 你们先下来 什么 是 想想 你 没什么 你 你 难道 你真希望我跟天地会搅合在一起 陈进南是什么人 那是朝廷捉拿的头号侵犯哪 熊爽 你今天这么做 岂不是欺骗了人家陈进南 他可是大肚得很 一点都没有为难我们呢 媛媛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那不是为了救你 不得已才虚应了几句 难道 你真让我反清 以卵几时 皇上先喝杯茶吧 皇上 太后娘娘今天来南院跟小婉说 只让小婉待在这南院 这是太后娘娘跟义政大臣所容忍的底线 如果小婉不这样做的话 会给皇上带来天大的威胁 小婉 朕本不打算告诉你这件事情 朕怕告诉你 你会替朕担心 如果你想知道 朕就跟你说 义政会议 已经正式向皇后娘摊牌 如果皇后娘不能想办法把你逼出宫 那么义政会议 将不会把另一半两皇旗齐印交给朕 另一半两皇旗齐印 是什么意思啊 我满猛八旗当中 朕皇旗跟乡皇旗两旗齐印 本来应该是由朕亲掌的 朕当初亲政的时候 年纪很小 所以两皇旗齐印 只给了朕一半 另一半由义政大臣保管 现在 离义政会议还齐印的时日 只有不到四个月了 义政会议可以以朕 代小婉进宫为由 拒绝交给朕 如果 朕没有另一半齐印 就不可能调动两皇旗 所以朕这个大清皇帝 就只是空有虚名 这么严重 皇上 其实太后娘娘今天来南渊的目的 是向小婉发出最严重的警告 这两皇旗齐印的事 又让小婉知道 这件事是多么严重 多么可怕 这个义政会议权力有这么大 皇上 小婉正为你感到担心呢 小婉 你不必害怕 朕想 他们就是吓唬吓唬皇老娘 逼朕早日让你出宫 朕就不相信 到那日他们敢不交出奇印 朕就敢定他们的罪 再说了 那皇娘也不会答应她 这个义政会议 朕早晚是要解决她的 如果他们敢向朕宣战 朕便提早把这件事情办了 皇上 你千万别激动 也千万不要冲动啊 朕知道 宁静致远 隐忍负重 千万你放心 朕绝不会冲动的 皇上 今天 太后娘娘跟小婉 郑重声明过 如果小婉出宫的话 朝廷会给小婉最好的安排 小婉也觉得 太后娘娘说的 也确实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皇上 所以小婉觉得 皇上不妨再想一想 让小婉出宫的事 就当是个权宜之计 等一阵会议交出奇印之后 再让小婉回宫 小婉 这件事情 朕不考虑 就算是权宜之计 朕也不会考虑 朕绝对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受这种侮辱 朕在 你在 如果有一时小婉被逐出了宫 朕绝不再做着大清的皇帝 平夕王 昨夜休息得还好吧 谢大人关心 本王昨晚早早就睡了 休息得甚好 三规告辞了 好 平夕王一路平安 谢大人 夫人 夫人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ヤ 軍凳 滚 今儿怎么来得如此早 娘娘不是要臣妾早点到吗 说是有话要说 对 的确是有事 皇额娘让本宫办一件重要的事 本宫高兴 臣妾恭喜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为何行如此大礼啊 本宫找你们来是来议事的 不必行贵礼 臣妾这是替皇后娘娘高兴呢 臣妾行此大礼 也是表达臣妾的喜悦之情 淑妃妹妹快起来吧 谢娘娘 姐姐 皇后娘娘传我们到昆宁宫议事 姐姐可知是为何事啊 姐姐也不知道 不过我听说 这则是把仲妃都请去议事 我估摸着 八成跟你董小婉有关 又跟董小婉有关呢 姐姐妹妹可是要倒霉了 妹妹昨天才刚去看过董姐姐 妹妹有皇上做主 皇后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不过妹妹的勇敢 让姐姐都有点奇怪了 怎么到了这种时候 还敢跟你董小婉姐妹相称的 那也只是在姐姐你这儿 若是在皇后娘娘 还有兰贵妃她们面前 妹妹可要学乖了 妹妹可不敢惹她们 看来啊 恢复中宫肩表后 皇后又要发威了 姐姐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姐姐听说了什么 姐姐一直在琢磨 到底是索尔娜当皇后 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还是灵珠当皇后 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姐姐就没有想过 姐姐你当皇后 我们的日子更好过些 你 你是不是疯了 这种话也敢说 隔墙有耳啊 再说了 我有什么时候说过 我要当皇后 我几时有过这种念头 姐姐你别生气啊 这里又没有别人 不是什么生不生气的事 只是你这话 实在是太荒唐了 姐姐当皇后 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 你真是单纯至极 这话要是让那有心人听了去 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姐姐 妹妹这话 可不是单纯无知 乱说一气的 那是昨日 妹妹在董小婉那里 听到一些话 妹妹才想到 若是姐姐当皇后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只不过 其实妹妹也是有私心的 因为若是姐姐当了皇后 那妹妹 就会更有好日子过了 娘娘 那今日之事 是皇额娘让娘娘在后宫 弄个联名上奏 永不给董小婉名分 是啊 本宫是按着皇额娘的旨意 办这个事 这个地只有你知道 皇额娘是不想让皇上 知道是她的旨意 不想再与皇上再起冲突 因此 只好本宫来当这个恶人了 可若 皇上不知 这旨意是皇额娘下的 那这仗 岂不是又记娘娘头上了 本宫这个后衛 是皇额娘亲自保下的 皇额娘的旨意坚决照办 不给董小婉名分 关系着我大清的江山社稷 我们后宫姐妹们 都责无旁贷 娘娘 那这联名上奏的事 最好是一个都不辣 对啊 这样皇上就不好把所有的账 都记娘娘头上了 你是说皇上已经在怀疑蓝贵妃了 是啊 姐姐 董姐姐可是反复叮嘱过我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的 董姐姐和我说这件事 就是想让我知道 咱们呀不用太怕蓝贵妃 这蓝贵妃想要登皇后之位 怕是没什么希望了 那要照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有一点可能 不是有一点可能 姐姐的可能性极大 这揭皇后之位的 理应是贵妃 那去掉一个蓝贵妃 不就上姐姐你了吗 何况姐姐你和皇额娘又带亲 是皇额娘的侄孙女啊 这么一说 还真有些道理 妹妹也是万不得已 才逼着自己要多想一些事情啊 妹妹进宫一年多 封妃不到半年 这后宫的事 还有妹妹的经历 真是吓坏妹妹了 再加上董小婉一事 又把妹妹逼到一个死角 皇后娘娘 还有众妃们 每天都瞪着眼睛 恨不能把妹妹吃了 再加上皇额娘 现在也对妹妹 也极为不满 只有姐姐你 对妹妹最好 最心疼妹妹了 那妹妹 当然希望姐姐 能够登上皇后之位啊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万无今安 都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你们更难辞 你现在要求不满 提补 最遵守 asian 一和 至少 我们可以带转唱酱 才不 Community 她远月 蛮你 很好 三年 如今本宫已经恢复了中宫监表 本宫决定要亲自出马 彻查这个蝴蝶案 靖妃 你要好好听本宫的话 本宫定会抓住下毒之人 替你深冤雪恨 皇后娘娘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 只是臣妾对此事 已不太抱有信心 因为皇上和皇后娘 查了这么久 都没有查出下毒之人 靖妃 你还真是不知好歹啊 皇后娘娘 这是在替你深冤雪恨哪 你该跪下来谢恩才对 哪那么多废话呀 皇后娘娘 靖妃人响 说话也老实 还请娘娘 就不要追究她了吧 本宫不会计较靖妃这两句话的 靖妃你坐下吧 谢皇后娘娘 那本宫就来说说这第二件事 这第二件事 与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有关系 什么事 董小婉如今 已是皇上最宠爱的女人 皇上迟早要给董小婉名分 你们都想过没有 若此事一旦成真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那本宫便继续说了 皇上如此宠爱董小婉 那剑人迟早会怀上龙主 这可是动摇我大清的根本 我们岂能不管 我相信皇额娘也很忧虑 我们满人的江山 岂能拱手让与汉人 姐姐看书怎么看那么久 都两个时辰了 这么久了 我说怎么这么累呢 眼睛都酸了吧 姐姐怎么找这么多史书来钻研啊 唉 这还不是怪咱皇上 要说姐姐 也是熟读汉人历史文化的 可跟咱皇上比起来 这根基就太浅了 所以啊 姐姐要苦读诗书 这样的话 可以跟皇上有更多话题可聊 这更重要的是 可以懂得以史为鉴 兴许会对皇上有所帮助 本宫如今最大的事 便是替皇额娘分忧解难 协助皇额娘致力好后宫 如今董小婉之事便是后宫大事 所以本宫今日叫你们来 是想异一异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 能够让皇上同意 永远不给董小婉任何名分 啊 那什么法子 可用什么法子好呢 这事儿 皇上可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呀 皇后娘娘 臣妾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淑妃有主意了 有什么好主意 说来听听啊 在座的 都是皇上身边最亲近的女人 如如我们 一起向皇上联名上奏 请求皇上 永远不要给这个董小婉任何名分 这个主意好 本宫问问 淑妃的意见 大家都同意吗 本宫问问问 是想异一异 这是想异一异 她是想异一异 你不想异一异 你不想异一异 我爱你 我们想异一异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好 本宫清楚了 在座十二位贵妃 妃 嫔 贵人 唯有德妃佟家氏和庆妃果真 并未赞同上奏 德妃佟家氏和庆妃果真 德妃 便 heh 她 lever了 眼前 江해도 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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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朝廷事先安排好的事情 皇上放心去吧 小婉正好可以再用心苦读两日 朕一会要去慈宁宫给皇娘请安 今晚朕想住在你这里 不知你可遵逢 皇上说话也不注意点儿 也不看看有没有外人在 皇上跟董主子说的好多肉麻话 我们都听到了 没听到 你 皇上 别别别 告诉你 你还说我们 你跟可可说那肉麻的话 比朕肉麻十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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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寇寇可可没听过 英格尔说过什么肉麻的话 真要说过呀 也是跟皇上学的 好 你们两个 你看到了吗 还没怎么样呢 就跟主子顶撞了 还不多怪你 我走了 臣妾恭送皇上 你呀 郎贵妃 你这第一掌 定要清脆响亮 开个好头啊 这个头 还是由皇后娘娘来开吧 以皇后娘娘的威风 一掌 就能将这个贱人打垮 那可强过臣妾十倍呀 怎么 兰贵妃 是不想打果真啊 想 臣妾 早就想打这个 只知道讨好皇上的贱人的耳光了 只不过 臣妾是希望 这第一个耳光 应该由皇后娘娘亲掌 这个小贱人 还不配本宫亲自上掌 本宫 还是将这第一国的殊荣赏给你吧 待本宫抓到了那个用蝴蝶 来诬陷本宫之人 本宫定要亲自将她的脸打得稀赖 皇后娘娘这话 听着可有几分奇怪呀 似乎认定那几只毒蝴蝶 是从本宫的笼子里飞出来的 有点 鸟 接着 乖 你现在便搬了 也在乡 你怎么会 凤凰 你还是有点 你不在乡 我已是 你不在乡 小婢 你这儿 你不在乡 是 你不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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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乡 你不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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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乡 从这昆宁宫滚出去 何去何从 本宫不拦着你 皇后娘娘的旨意 臣妾岂敢违背啊 皇后娘娘的中宫尖表 那可是要死人的 皇后 小贱人 今天要让你知道 亲近 Don小婉的下场 好 这真是一掌剑红啊 兰贵妃开了个好头 容贵妃 该你了 皇后娘娘 臣妾从没打过人 臣妾对果真妹妹下不去手 求皇后娘娘放过臣妾吧 本宫知道 你向来与这贱人 最为要好 可这小贱人 与董小婉最亲 因此 你打的便是董小婉 如果你不打这贱人 便与这贱人同罪 多娜姐姐 你千万不要得罪皇后娘娘 不要因为妹妹活罪 姐姐打吧 还能打 妹妹 姐姐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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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打 姐姐 打吧 贤妃 儿子明日就要去永平城 解缘两皇旗了 今日过来 是特地向皇娘来辞行的 再过几个月 皇帝就要亲掌两皇旗 额娘想想都高兴 但额娘心里又很不放心 额娘很担心发生意外 皇娘放心 两皇旗本就属于儿子的 儿子先是皇帝 还没有亲掌两皇旗 两皇旗还在一阵会议的手里 儿子是多么的心有不甘的 儿子这次绝不退让 时间一到 一定亲掌两皇旗 做大清真正的皇帝 皇帝有这样的志向很好 但是额娘反复思考 董小婉进宫后住在南院 一阵会议这些大臣很不舒服 他们就会找事 这对皇帝不利 皇帝有没有严肃想过这个问题 皇帝应该有个权益之计啊 很简直 他对 Christ的生意 小婉 臣妾只是能理解靖妃不签名之举 因为臣妾自己本也不想签名 臣妾实在下不了手 大胆 本宫刚刚已经说过了 如今这果真 便是董小婉 你是不想打董小婉 也想让董小婉有名分 你想要讨好皇上 那什么儿都没有 臣妾的确不愿打董小婉 但这不是想讨好皇上 臣妾只是凭良心做事 德妃 给本宫跪下 皇后娘娘 德妃已经答应签名 德妃还有三二个护驾呢 臣妾恳请娘娘一定要息怒 将德妃和果真区别对待 淑妃就是不提醒 本宫也不敢轻易对三二个的额娘 动用中宫肩表 德妃 你与本宫和众姐妹对着干一番大计 你是否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呢 臣妾愿自罚武技而光 我问你 不敢轻易对待 老人 要不讨论 我讨论是否有 你不讨论是否想要 我讨论是否 你的嘴上 他这人是否讨练 你不讨论是否 你不讨论是否论是否讨论 儿子并未觉得小婉 住在这宫里的南院有何不妥 您为何非要让小婉出宫去住呢 皇帝觉得是小事不重要 但是额娘和义政大臣觉得这不是小事 理由额娘已经说了 皇帝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呢 这件事相信董小婉也都是愿意的 小婉愿意为儿子做任何事情 只是儿子不想委屈她 儿子最爱的女人还不能住在宫里 儿子还是皇帝吗 皇帝带一个汉女进宫 违背组制 皇帝就可以胡来 不要祖宗家伐 这件事情 儿子不想惹皇娘生气 但儿子也不想让小婉出宫 皇娘 如果想商议 还是等儿子 从永平双回来之后 再商议此事吧 太后娘娘 启离万岁 皇后娘娘 启离万岁爷 皇后娘娘和嫔妃们有事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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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们进来 让她们进来 喳 这是皇后 众嫔妃给皇帝上的联名奏章 请求皇帝永不给董小婉任何名分 皇帝 你看看吧 儿子觉得奇怪 众嫔妃怎么联名上奏这事 这是皇额娘的旨意 这件事 额娘没有意志 既然不是皇额娘的意志 那就是皇后 擅作主张 弄出这么一出来逼 依臣妾看 皇上的宠爱定会害了果真 皇后 为何今天 你们几位妃子都来了 果真没来 臣妾回皇上的话 果真拒不签名 还敢当众顶撞臣妾 臣妾动用中宫肩表 令众妃 每人赏了她两个耳光 那些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l Kyu 她们给 programme